231 明報、毛張大千等藏畫調包美院館長杜益元真 2015年7月22日中國A18 明報專訊 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前館長蕭源任職八年期間 利用職權、私下取走國畫大師張大千、 齊白石及白大山人等143幅館藏畫作 每次花幾天時間臨無後 再草草張鬥放回圖書館,並將真、據為己有 再將部分真、拍賣得如三千萬元 人民幣、夏同、加上他尚未拍賣的真 總值如一億元 廣州市中級法院昨日開庭審理此案 蕭源當庭認罪,院方將擇日宣判 校有建或賞印章揭法中新社報道 蕭源在2002年10月至2010年3月間 配備了或賦三道門中的兩副藥士 而第三道門從未認真所過 因此他將館藏的畫作取出後 自己花幾天的時間完成無本 將真假畫作偷天換日 2004年至2011年間 蕭源將其中125幅真 委託中國加德和浙江一通兩公司拍賣 總計3470.87萬元成交 如下18幅上未賣出的書畫作品被公安扣押 經鑑定股價約為7681.7萬元 澎派新聞網報導 蕭源在庭上表示自己發案時以為 這批作品會永遠收藏於圖書館中 而當時自己是圖書館逢未有懂美術的人 其他人都不懂 只會點數 所以貪污了十年 剛剛被發現 報導稱 在香港的一次拍賣會上 有廣美口有發現有畫作上有廣美圖書館的印章 都學校舉報 崇東昌事發 2014年5月 蕭源在廣州被逮捕 有限處理估計畫的 有限處理估計畫 地圖書館中 兩百萬元 都學校主題